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 自从来了北京 我就喜欢在北京的胡同里边 走一走拍拍照片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 因为它很独特也很多元 我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拍一遍中国所有的城市 带给所有的人看一看 你看这是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拍的照片 我觉得北京的胡同特别美 它让我知道了北京不只是现代的 而是有古典文化的 历史气息浓厚的 我特别喜欢北京的糖葫芦和火锅 也希望以后可以尝试更多中国的美食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那就是汉服 我喜欢汉服是因为它的精致 我们在穿汉服之前 要一步一步化妆盘发 再一步一步穿衣服 它有很多层 每一层都代表了不同的美 这每一步都改变了我对美的看法 美不仅是现代的张扬的 它也可以像汉服一样古典庄重 我经常在街上看到女生穿着汉服 我也在抖音上看过很多人穿着汉服去旅行 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有机会穿着汉服 去中国各地走一走 拍下照片留下一份独特的回忆 汉服的千年之美 成为了我了解中国悠久文化的一个窗口 也让我结识了更多的好朋友 让我在中国找到了更多的温暖和归属感 在这里找到了更多的温暖和归属感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喜欢他们认为 他们在社会的社会 都很高兴 他们很喜欢他们的贡献 他们很高兴的贡献 他们很高兴